哈喽 大家好 我是萧雪 走进渝港澳爱上大熊猫 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南岸一封实验小学校 在这里我们举行了重庆市青少年自然探索熊猫行动 熊猫小大使的课堂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青头一起走进熊猫小大使课堂 讲解之前我想请问我们的同学们 去过咱们重庆动物园吗 好 去过五次的举个手我看一下 这么多 五次 你们是不是每年都去一次 好 他们四个呀是2019年6月23日 同一天出生的两对大熊猫双胞胎 那我们刚刚看了这个视频啊 有个小问题了 你们认为我们的大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 认为是群居的举手 这么多 七色呀 有没有认为是独居的 哎 独居的也还有几个 那我告诉你们 独居的回答正确 刚刚那个视频为什么是他们几个住在一起你说 是因为大熊猫它们那四个还没有成年 因为它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呢 它还没有那么强的领地意识 它就可以住在一起 大家看啊 我们的这个大熊猫的尾巴 其实有一个跟我们其他地方长得不一样的地方 就大熊猫尾巴的长度 它从出生的时候是多长 到最后成年的时候还是那么长 它其他地方它会长 但是尾巴不会长 大熊猫的便便 有没有勇敢的小朋友想上来闻一下的 好了 当然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刚刚那个是模型 我会采访一下 这个不臭 但是它是个干草的味道 你认为呢 我我也觉得不臭 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味道 然后就是感觉就是有点那种草的味道 觉得还有点抹茶的味道 抹茶味道 茶叶的味道 我认为就是一股竹子的清香味道 其实呢 大熊猫就是成年的大熊猫爬树的时候很少 主要还是幼年的时候 就是五岁以前它喜欢爬树 有没有尾巴 是什么颜色的 黑白吗 黑白吗 来来 我采访一下 认为是黑色的举手 黑色的也不少 白色的呢 白色的 诶 还有其他答案吗 黑白相间呀 来 我们看一下视频 揭晓一下答案 先看它的尾巴什么颜色 看到了吗 什么颜色 白色 对吧 那大家知道我们动物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吗 都知道有保护 动物园存在的意义 第一个是科普 科学研究展示动物 还有科普教育 最后一个就是供游客休闲娱乐的这么一个场所 最后我的讲解就到这里 有问题我们私下可以再进行交流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